您好 欢迎收看8月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复礼箱6号晚间发生九起地震 造成当地屋林超过40年的永安国宅 有12户的民宅受损 其中10户的墙壁军裂严重 现场徐政委还有相关局处首长 8月7号赶快南下开灾 并且发放慰问及难经 也初刊防射组结构没有受损 会协助梅河建筑师来修缮 晚间7点多左右花莲发生有感地震 这么一阵花莲最南区的 副里永安国宅就传出了灾情 可以看到多户人家的墙壁破裂 瓷砖大片剥落 吓得许多人夺门而出 西家带卷借助亲友家 他的主阵过去差不多 差不多十几分钟就有一阵 那个一阵人阵 那个一阵是四点多 四几多 那一阵是蛮大 有两次都这么大 徐真卫与建策处长 社会处长 教育处代理处长 在副里乡长陈荣聪陪同之下刊灾 并且发给受灾户慰问金来应急 今天来看 那第一个主要的这个 主要的建筑结构 以建筑师的评估 目前都是安全的 那花莲现正可以给予协助 就是第一个专业 以及我们的出品气品的部分 给予我们的岸家 能够给予专业的协助 两位建筑师协助评估永安国宅受损的建物 其中12户中有10户比较严重 主要集中在隔间墙损坏 但是主结构的梁柱没有受损 没有的立即危险 因国宅属于私人房舍 中央以及地方无法补助修缮的经费 但是现正不会协助住户梅盒建筑师进行后续修缮的事宜 七九九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